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着疫情我们进入一种生活的新的常态里面 所谓新的常态 即是说旧时从来有过的 而现在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生活的形态 事实的确是这样 从我出生那天起 活到今天 我从来没试过戴着口罩 连续生活了差不多九个月十个月了 也从未试过当那些学生走过来的时候 我叫他们不要走那么近 保持距离 我们的社会也有急剧的转变 很多人说 现在这个是与旧时风貌 完全不一样的社会 世界的大局也在剧变 大家都知道中国和美国是政治上 经济上最大的两块的板块 我们都知道当板块互相磨擦 互相在压迫的时候 就会有地震 也有可能有海啸 政治和经济上的地震和海啸 不知道何时会发生 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不过一旦发生的话 影响会非常巨大 在这个历史剧变的时刻 人心惶惶的时刻 最需要先知的信息 先知 一班的先知 他们站在永恒的盆石上 以超越历史巨变的 那个远大的目光 发出洪亮的上帝之言 为洪流里面 颠簸不定的这些生命的小舟 落一个很大的牢 将他或者将我们的生命 寄托在永恒的神的手里面 在旧约 以色列人历史里面 最大的巨变 应该就是主前587年 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的大军围困 最后城被攻破 由大人国破家亡 被老他乡 从那时候开始 他们就生活在异域 很难再见到故乡 诗篇第137篇 很难表达到 他们那种私乡的情怀 诗人这样说 他说 我们曾在异域 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上故乡 便哭了 我们将琴挂在柳树上 我们哪里有心情 在异域唱故乡的 重赞上帝的歌呢 对于神的子民来说 这个是异常相痛的日子 故国没了 因为被巴比伦灭了 故城也没有了 被巴比伦移平了 最重要的 就是他们的圣殿都没有了 这个是他们生命的中心 是他们精神的家园 是他们梦形云迁的 灵魂的故乡 现在一切都没有了 在这个历史巨变的时刻 在这个历史凄惨的时刻 先知有些什么可以说呢 今天讲到的经文 就是今天的旧约的经课 就是先知的说话 让我们细心听一听 才知以赛亚的信息 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 第一至到第七节 经文这样记载 我 耶和华所高的蔡老师 我参赴他的右手 使列国航服在他的面前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闯开 不得关闭 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面前行 收平崎嶇之地 我必打破同门 陷断铁山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 和隐物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提名照你的 就是我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因我博人雅各 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照你 你虽不认识我 我也必加给你名号 提升你的生命的荣誉 第五节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臣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臣 你虽不认识我 我必吸你蓄腰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没有别臣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臣 我做光 又做暗 我施平安 又降灾祸 造作者一切的 是我 耶和华 学者一般将以赛亚书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章至到第三十九章 第二个部分是第四十章至到第五十五章 第三个部分是第五十六章至到第六十六章 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属于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那个写作的年代 大概就是波斯王 赛老师登基的日子 直到波斯王击败了巴比伦 然后释放尤大人的日子 即是他公元前五百五十五年 至到五百三十九年 五百五十五年 就是波斯王 赛老师登基的日子 主前五百三十九年 波斯王 赛老师 击败了巴比伦 新的皇帝上场 统一这个天下 他就宣布大赦 大赦天下 所有被老的人 可以返回他们的故乡 于是犹大人 就可以回归他们的圣城 耶路撒冷 但是呢 就是在写作这个第四十五章的时候 就是先知 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时候 那个大赦的日子 那个释放的日子 还未来到 大地依然黑暗 犹大人仍然在受苦的当下 在这个看不到前景的时刻 先知就发出他的讯息 就在这个时间 以赛亚说出 从神而来的那个呼唤 首先我们看一看 神使用哪一个 去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 在一个天地无光的时刻 神的子民受苦的日子 神使用什么人 去改变这个历史的进程呢 第四十五章第一节 我耶和华所高的 赛老师 这个就是波斯王 赛老师 历史上叫他做 赛老师大帝 当神的子民觉得天地无光 七黑一片的时候 神已经准备好 创造光明 他已经损赏了历史上 他可以用的一个关键的人物 由于上古之初 创世纪的开场白的 那个的情节一样 就是地势空虚混沌 冤绵黑暗 冤绵就是大水 一个混乱的大水 我很多次都说 在近东的文化里面 大水就代表着混乱和邪恶 就在这个混沌无光 冤绵黑暗的时候 神的灵 已经运行在水面之上 神在混沌的大水之上 驾驭着这个邪恶 正如诗篇第二十九篇 第十节这样讲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坐着为王 我们很多时候打风落雨 就会念这些金句 不过这个经文 那个真正的神学的用意 就是上帝在洪水泛滥之上 在邪恶混沌之上 他坐着为王 他表达的意思就是 神在黑暗和邪恶之上 掌管一切 在他预定的时刻 他就会终止黑暗 赞放光明 经文说 我耶和华所高的赛老师 当这个波斯王赛老师 来到的时候 在这个历史里面出场的时候 就是神救赎他子民的日子 赛老师 一个波斯的王 神在这里高纳他 高纳这个字 他的希伯来文 就是尼赛亚这个字 如果是新约来说 就是基督这个字 基督 受高者 这样的意思 所谓高纳 就是让赛老师 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 神足性他 使他属于神 被神所用 在历史的某一刻 上帝使用一个赛老师 高纳他 足性他 成为神可用的一个工具 神怎么用他呢 第一节第二节 经文说 我耶和华所高的赛老师 我参扶他的右手 使列国航服在他的面前 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 使到城门在他的面前闯开 不得关闭 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面前行 前面行 修平崎嶇之地 我必打破同门 陷断铁山 这里经文说 神骗着赛老师的右手 在战场上 古时的人 右手就拿武器 左手就拿盾牌 故此左边就有保护 左边其实是安全一点的 反而 右手因为拿武器 人家一射箭 一射中你 你就没命了 右手 右边是很容易受到攻击的 现在上帝 握住他的右手 通常我们是 如果握住人的右手 如果是和他平排的话 我们是用左手 握住他的右手 就站在他的右边 经文说 上帝现在站在他的右边 保护住他 他要制服列国 是不是他自己有能力制服列国 不是 神帮他的 神放松列王的腰带 在古时 促着腰带 的意思就是 准备作战 放松列王的腰带 用现代的想法都是 腰带一放松 褲就脱了 衣服就松泡泡 放松列王的腰带 就是解除列王的武装 在神的帮助下 蔡老师王能够攻破城门 长驱直进 战无不勝 神祝圣蔡老师王 保护他 让他战无不勝 我们就会问 这个人 神这么使用他 他是不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 是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 经文第五节说 这个蔡老师 你虽不认识我 我必给你束腰 原来蔡老师并不认识神 也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不过 就算是这样 并不会阻碍神使用他 经文呢 写得非常轻妙淡写 他不认识神 但是神 为他束腰 使用他 经文是非常轻妙淡写 不过在这里 却是点出一个很重要的 信仰的思考 或者说出一个很重要的 神学的信息 原来 原来呢 不单止神的子民属于神 原来天下间所有的一切的人 其实都属于神的 神不单单使用那些认识他的人 原来呢 神可以使用一切一切的人 包括那些不认识他的人 神叫那个人来 那个人就来 叫这个人去 这个人就去 无论他是认识神 还是不认识神 其实上帝都可以 呼风唤雨 叫他来就来 叫他走就走 日光之下 万民都在神的安排下 准备要掩活 神安排好的角色 巴比伦的兴起 他要灭这个犹大国 巴比伦的兴起 有神的安排 巴比伦的灭亡 也都有神的安排 当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 圣城被人游论 圣殿被人抢掠的时候 神的子民可能会问 或者一般的基督徒都会问 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历史变得我们很不喜欢的时候 我们都会问 是不是神不存在呢 是不是我们的神很差的呢 现在在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了 是不是我们的神 被巴比伦的神 打败了呀 先知在这里 很清楚地说 一王兴 是出于神的旨意 一王灭 也是出于神的旨意 耶和华 不是被巴比伦的 那个神明 那个神明的名叫做 马杜克 中文一般翻译叫 马杜克 耶和华不是被马杜克 所击败了 马杜克 神明是由大 当时间到了的时刻 神就会兴起另外一个帝国 他会兴起波斯 他去消灭巴比伦 然后释放那些 神的受苦的子民 当历史发生巨变的时刻 时刻 请不要惊王 以为神不在了 以为神看不到了 以为神很差了 搞不定了 才知说 神在这里 神看到 万事万物 历史的流变 全部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第三节 这个经文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 和隐物的财宝 赐给你 使你知道 提名照你的 就是我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关于这节经文 甚至是最新的研究 都不能够确定 它那个真实的含意 我一直看 发觉学者的想法 其实都是猜想来的 都是猜猜一下 既然学者都在猜 不妨我也在猜猜 就是说明 以下的是猜 因为这个经文的表面 是有点不可解 当我们解一个经文的时候 看看它的文体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经文 或者今天整段的 港道经文 它的文体 其实都是诗歌体 这样就容易了 因为当我们读 希伯来文的诗歌 读到意义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就看看 在这个诗歌里面 有没有平衡的 相关的经文 因为诗歌通常都是平衡的 平衡的时候 它的意义就互相照明 如果有一个平衡的经文 我们就较为容易理解它的含义 这里讲到暗中的宝物 隐物的财宝 暗 这个字在第七节 暗再一次出现 在第七节 暗和光相对 我们就开始估计了 那会不会第三节 那会不会保密和财宝 其实会指向光明呢 如果这个推测是对的 那么这个暗中的宝物 隐蔽的财宝 那个意思的重点就是 一些在暗里面的东西 现在见光了 被人知道是好东西 这些就是宝物了 黑暗终于能够得见光明 如果那个意思是这样的话 那这段经文呢 那个意思就会是这样了 就是在这个油墙的 黑暗的历史里面 好像一切的宝物都见不到 神此刻 或者这样说 神将来有一刻 使得蔡老师 成为那个带来光明的人物 而当他出现的时候 这些见不到的宝贵的东西 就会见光显出来了 蔡老师 会不会因此 而体会到 在命命之中 有一种神力 带领他 出现在这个历史的舞台 而成为带来光明的人呢 第四节 经文说 因我博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照你 你虽然不认识我 我亦都加给你名号 或者给你荣誉 神在这个历史里面工作 他的工作其实原来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他的仆人 雅各 雅各 后来他改了名叫做以色列 无论是雅各 无论是雅各 或是以色列 意思都是指向与神 立约的子民 神和某些人 是有一种约的关系的 这些人 可以说是神的代表 神的大使 而有些人 活在这个世界 就是要成为神的大使 将神的旨意 活出来 神会保守他们 神会借着这些人 建立一个神的国度 这些人的命运 在神的手中 但是呢 因为与神有约 于是他们受约的要求 来到约束他自己 当他们受约的时候 神祝福他们 当他们不受约的时候 神就要刑罚他们 不刑罚他们不行 因为他们是神的大使 他们做得很错的话 神不刑罚他们 那人就怎样会知道 我们的上帝的真正的面目呢 所以神对他的子民 有想有罚 罚恶扬善 就好像父亲对待他的儿女一样 神的子民违反文约 忘记神 于是神就兴起巴比伦 来到警戒他们 然后他们就被老了去巴比伦 然后呢 当有一天 当神刑罚的时候 已经够了 他就会兴起蔡老师 然后击败巴比伦 然后就释放他的子民 搞那么多事 上帝想做什么呢 第五节第六节 他说 你们看历史 看历史的变化 你就会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 第五节第六节 他说 我就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臣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臣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世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没有别臣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臣 历史原来这样的变化 是要叫世人明白 善是有后果的 后果将会是什么呢 恶也会有后果的 而后果又会是什么呢 历史的变化 它就是要透过一个 由长的岁月 去述说善 述说恶 然后就叫人去明白到 原来这个历史的轨迹 不是乱来的 而是有神在 他主宰着这个朝代的兴望 第七节 经文说 我做光又做暗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 我施平安又降灾祸 做作者一切的是我 耶和华 这个就是今天 港道经文的一个 神学的高潮 亦都是点出他 整段经文 那个神学的结论 在这个经文里面 光和平安 来到平衡 暗 就和灾祸来到平衡 暗连于灾祸 暗 为什么会和灾祸有关呢 或者和邪恶有关呢 原来暗 在以赛亚书里面 其实 是指一件事件 就是神的指民 国破家亡 被老他乡 的事件 你说有没有证据的呢 最明显的经文的证据 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 第九节 那里说 对哪被捆绑的人说 出来罢 对哪在黑暗的人说 显露罢 黑暗与捆绑 来到平衡 在这里很明显 黑暗是对应着一个被捆绑 不自由 失去希望的一个这样的事件 黑暗与灾祸 原来在以赛亚书里面 都是指向着神的指民 被老巴比伦 这个历史的事件 然后经文说 我做光又做暗 很明显 这个说法 是来自这个创世纪 在创世纪那里 天地 黑暗无光的时候 神说 要有光 就有了光 在黑暗里面 上帝创造光明 创世纪那里是这样 现在 在历史的新一个时刻 上帝会再造一次 在黑暗中 创造光明 上帝要显明 他那个创造的能力 他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回合的创造 让历史越过 黑暗长夜 再见光明 神兴起 蔡老师 一个根本不认识神的人 神选他 正正就是要改变这个历史的轨迹 让被老的人得到自由 让生命重拾希望 这个就是经文所说的平安 这个经文最特别的地方 也有一点令我们一般人有差异的地方 就是他刻意的指出 神造光 又造暗 神施平安 又降灾祸 我们经常想 那些暗灾祸 就是那些不知什么 邪恶的力量造的 跟神没关 经文在这里刻意讲 所有东西都是上帝做的 历史的美好的时刻来自神 历史的艰难的时刻 同样来自神 黑暗的日子 灾祸的日子 不是出于一个不测的命运 不是出于神被另外一些 不知什么的力量击倒 反而是因为他的指纹 与世界的人一样行恶 于是上帝创造灾祸 去纠正他们的错误 又正正是因为他创造恶 故此 他就有权 也有能力 去取消恶 创造光明与平安 黑暗的日子 并不是脱离了上帝的掌控 也因为这样 当神要取消黑暗的时候 是不需要去询问任何一个人 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 上主 创造黑暗 同时他可以随时取消这个黑暗 先知这样的宣告 就是要坚定神指纹的心 让神的指纹在历史巨变的时刻 不要失去对神的信靠 不要惊慌 亦都需要好好反省 自己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历史巨变的关头 就让我们 聆听先知的信息更加敬虔 更加忍耐 以信心看到 做作这一切的 是耶和华 愿荣耀归于上主 亦都愿人间 享和平 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观看